而台中市的治安事件还演出了案外案 金团黑道角头翁齐南被枪杀当时 现场有四名警官正在泡茶 这件事让台中市长胡志强在市议会遭到连番炮轰 甚至有议员要求他跟台中市警察局长胡沐源 必须双双下台负责 台中市节点传出重大治安事件 议员要求胡志强下台负责 你们两个同一名主旨 不要来上班了也不要来议会被咨询了 我不会去 我要跟飞到周全道理看看最后谁 胡志强表明绝对负责到底 警察局长胡沐源也说 年底前未破案就下台 不过胡志强认为胡沐源上任九个月 现在要他下台负责没有好处 针对外界质疑 警方从监视器已经看到 有四名警官在现场 却没有第一时间告知胡沐源 胡沐源又拖了好几天才让胡志强知道 胡沐源再次说明 礼拜一早上市长在问我 我才跟他证实有这个事情 但是全案我们督察室还没有调查完成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跟我讲 我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来跟我坦诚说有这一回事 警官两名队长已经被寄过陈楚 为什么选在角头汪秦南开设的公司泡茶 负责邀请警官的前台中市警局少年队副队长陈文雄说 他和汪秦南尽管认识却没有私交 否认在汪秦南的公司上班 我有认识 我承认我有认识 但是没有交情 而且不了解他 我今天如果了解他 我就知道他有仇家很多 我还敢去吗 陈文雄博斥打麻将的说法 不过为什么选在汪秦南开设的公司 谈的究竟是什么 始终无法清楚交代 整个事件已经从社会案件 渐渐牵扯到政治层面 不仅考验警方能否破案 更考验胡志强的政治身段 继而林建生彭焕群